各位同學各位朋友 那我今天有一個網友或者是同學 來問我一個問題 他就是說透明從何 我其實跟各位非常年輕的朋友 比起來已經是化石級的存在 所以我不太能理解 就是可能能表達的這種東西 然後他就說 殘局皆遺憾 這個真的我就不懂 然後我就說 那就看一下範例吧 這個化石級的存在 最經不起人家撒嬌了 好吧 然後我就去搜一下 那個他與殘局皆存在 然後 OK 那我就查了一下 因為我不曉得查的是不是你要的 那我查了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影片 然後呢 這邊有很多影片 這個這邊是半透明的 半透明的 然後這個是可能舉行 或者說不規則行 大概其實 或者說你看這個也一樣 其實就是兩個影片 有一個透明的疊加 像這個就是透明的疊加 透明的疊加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那我就以這樣一個形式來 進行教學的活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支 修卡 欸 我要教之前 自己也有點先 試看看 看是不是我要的 欸 有沒有有點像啊 有啦 這個舉行的 這個是非舉行的 但半透明 這個透不透明的程度 是你可以決定的 那這個地方 你就有很多方法來處理 那希望這樣子是你要的 好 好 那我們如果先確定 這是你要的 我們就先來這個地方 先把這個都拿掉吧 軌道 我們這個東西 就是移除軌道 對不對 就把所有的軌道都移除 就是讓它進入到 軌道 軌道奏樂 移除軌道 好 然後呢播放清單 我本來有三個對不對 要 那就乾脆把它移除 你按這裡 按這裡 我順便教一些 shortcut 可能一些小技巧 你沒有注意到的 按這裡 全部移除 咚咚就零 那這個是 原本我製造過程中 儲存在 所謂的 來源區 也就是所謂戰存區 那你不用管他 這是戰存區的儲存而已 好 那我們假設 我要抓三個影片進來 我抓三個可能變化性強一點的 比方說抓這個一個 再抓 這一個 我剛才練習的這個部分 好 那再抓一個可能畫面對比 比較強一點的 畫面對比比較強的 也是這一個 就這三個好了 好不好 就是這三個 那我們就通通抓進來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再過來是這裡 第一個軌道作業 就開始新增視訊軌道一個 新增視訊軌道兩個 新增視訊軌道三個 就這樣 就三個 一二三 好 那這個是最長的 這個是最長要放到最下面 一定要按一下這邊 讓旁邊這個 這個叫什麼 什麼 中藍嗎 顏色不是很厲害 好 就 放到第三個 第三個軌道 放下 那你點著它 往這邊拉就行了 慢慢拉 你會感覺到 一聲 貼上 那就是這個功能要打開 它才會有貼上的功能 好 然後呢 這個呢 我們跟它放到第二個 啵一聲 哇 那我們這個沒有要這麼長 這個順便教你一些簡單的剪輯的功能 其實就直接這樣拉著就可以了 我就要前面前面到這裡 這個部分 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這隻貓呢 等一下 OK 再拉到第一個來 好 然後可能也沒有那麼長 就這樣子 可不可以 就是這樣子 好 這中間有部分重疊 然後呢 這個地方要播放頭 我們把這個黑黑的這一條 點到這邊 看一下啊 這是下面的這一個 開始播 播看看 對 到貓這個地方 會被它全部站住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兩個地方會重疊 可是我們只會看到貓 然後到這個地方 變成這個畫面 然後最後又回到 這隻牛的畫面 好 然後我們現在看看怎麼做這一個 好 怎麼做這一個很簡單啊 那我們再 再回來原始的看一下 它這個其實是 好 第一個是不規則型啊 這個那位置也是在放到你要的位置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好 所以呢第一個我們點這邊 我們先把位置這個地方 濾鏡 加 我已經先收藏好了 你也可以按視訊這邊會找到 就是位置尺寸與旋轉 就跑出來了 首先我們 在這個地方 滑鼠然後這個地方 拉一下 它會依照等比例的規則來處理 大小調整一下 這邊點著它 你就可以把那個位置放到你要的 看到沒有 是這樣子 假設 好 然後呢這個都有呢 我們再做第二個濾鏡 第二個濾鏡 其實 影音處理軟體 就是濾鏡不斷的疊加 為什麼我要教 shortcut 這專業級的軟體 雖然它比較簡單 但它是專業級 所謂專業級是思路 那個思路 運作它的方法是專業級的運作方法 它跟premium概念是一樣的 不斷的加濾鏡 好 加第二個濾鏡 這一次我們要加 我們叫過很多次了 這個 你往下找一找到遮罩 遮罩裡面這個 Click Cinemate 沒有很好用 如果常看我視頻的同學就會知道 超好用 這是要用上了 ok 好 然後呢 新增 這裡新增 新增 ok 跑出來了 注意它的檔案 ok 那我們說它有一個小bug 這裡 這裡先按一下 它就跑出來了 再按回去就好 這bug沒做好 沒看到 透下去了 是不是透下去了 是不是透下去了 透下去了 好 那我們先要處理上面這一塊 對不對 好 然後 一般而言 這邊 這個地方有點 如果很熟的話 好沒關係 基本上你注意 這邊有一個Layer 你點一下這邊 預設值就會是這個 等一下比較好 其實也不一定要 但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矩形 對不對 有一個矩形 等一下 就開始畫了 我要把貓畫起來 我們先教矩形好不好 先教矩形 ok 那有一些同學可能你這個出來畫面不一樣 你旁邊會有一些框 線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按這個地方 按這個地方給它點一下 當我把這個矩形點出來 這邊有一個填充 跟瞄邊 瞄邊 瞄邊就是它的框 你點一下 屬性 我的預設值是10 如果你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是有線的 這旁邊有線的 你最好把這個線取消 你按一下瞄邊 屬性 把它改成0 ok 是不是就沒有了 因為這樣比較 我們在操作起來比較快 ok 然後呢 這塊是填充 填充是中間黃色的部分 就是填充 就是填充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目前做到這邊的狀況是怎麼樣 儲存 儲存 文件 退出 看到沒有 我們剛才畫的矩形的部分 就是這個地方會保留 其他的通通 散掉 其他的通通 刮掉 懂意思嗎 就是這個 遮罩 濾鏡的功能就是這麼簡單 你畫出來的地方就是要保留的地方 好那你了解的呢 一樣嘛 按這邊 按一下濾鏡 注意 你這個是在這個功能裡面 好 這次按編輯就行了 編輯 好 編輯了 這次我們要做呢 怎麼辦透明 怎麼透進去呢 你看又看不到了 按一下 按一下 又跑出來了 就是這裡 等一下 注意喔 是填充 填充就是中間這個部分填充 在這塊 這個地方就是透明的 看你要怎麼透明就看你了 那個黃色有沒有 那個黃色有沒有透明的變化 你要多透明就看你了 也不要太透明了 這樣好不好 有一點點清楚 又有一點點看下去 好就是這樣子 換句話說 這裡會存在 但又是透明型的存在 因為這個地方在處理的 好 儲存 文件 退出 等等等等 看到沒有 他 他 他 只有矩形的地方 保留器 都不在 這個矩形保留 又是半透明的 這樣懂得嗎 好 那我們再練習一下這一個 這一個 然後把這個播放頭呢 移到這邊來 這樣我們就 就會出來了 對不對 基本上 播放頭就會出來了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是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 好 然後開始囉 好 老樣子 這裡 濾鏡 這一次我們就 不處理他的大小了 就是大小跟移動 剛才那個處理過 你會了就好 就跟著做 現在我們直接處理這一個 這一個 遮罩 遮罩的問題 OK 一樣又來了 新增 登登登登 打出來 一樣 這裡 按一下 又跳回來就出來了 對不對 好 然後注意一下 你這一個 是不是在類意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都OK了 我們現在開始來做這個部分 這一次呢 因為剛才各位可以看到 不規則型 不規則型的方法 很多 我教你做一個 真正可以非常不規則型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 曲線 路徑 點一下這邊 慢慢點 慢慢點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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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 就像做那個什麼 去背圖一樣 你就可以去背 去出很棒的 讓人家跟剛才比起來 搶很多很多的 畫面出來 這個我為了教學緣故 我就不 不去的很仔細的 大概就會是一個 這樣子的狀況 超過沒關係 因為 好 就是這樣子 OK 那一樣啊 點一下它 點一下它出來 注意喔 是不是路徑 它會反映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叉叉會在正中間 就表示你選對了 選對了 有沒有 類有下面的路徑 有沒有 然後叉叉在正中間 老樣子 是不是處理這個 要透明 就是處理這個 這一次我們透的 透的更透一點 很模糊很模糊 98已經很模糊了 已經很透進去了 你看這黃色的地方 就非常的透明 好 儲存 這裡儲存 文件 推出 看到沒有 再移到這個地方來 登登登登 有沒有 移到中間 交疊這個部分 對不對 這個貓剛才我們是舉行 而且有位移 然後它透明度沒那麼強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剛才做出來的 那個不規則型的裁切 有沒有 透明度比較強 所以透的比較進去 那就是 依照你的需求 你大概就可以做出 那個 它與殘局一些遺憾 這樣子一種可能性的 變化 就會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 那做完了 如果你想匯出 應該知道 知道吧 就按匯出 這個地方你都做好了 匯出 按匯出 選264 這個 選264 這個標準 Main Profile 時間軸 沒錯 這個地方 按匯出 這檔案 填一填 填一填 按儲存 就ok了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希望這是你要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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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的方向 我們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